歡迎回來 截至週三除中國大陸以外 約有501萬人確診中共病毒 超過32萬人喪生 中共病毒傳播全球 世界衛生組織的處理手法備受爭議 今天我們就來分析 中共對聯合國機構的滲透 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過去10年 中共通過扶植聯合國內部組織的領導人 包括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幾乎控制了聯合國所有機構 聯合國共有15個專門機構 其中4個機構的領導人都是中共代表 在聯合國其他實體 以及國際貿易和金融機構 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 有超過20名中共代表擔任領導職務 中共代表也擔任了聯合國內部主要機構的領導職務 例如國際法院的副主席薛漢琴 從事中共駐荷蘭大使 在這次疫情中 中共政權對聯合國的影響顯而易見 世衛組織被指偏袒中共 推遲宣布疫情爆發 降低疫情的嚴重性 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再來說一帶一路項目 聯合國高層官員一直讚揚中共倡導的這個項目 但是實際上一帶一路給參與其中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超出其經濟承受力的債務危機 主权受到削弱 批评人士认为 中共的借贷行为是债务外交 中共2013年推出了一带一路 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与中方签署或参与了共建协议 2019年5月 中共驻加拿大卡尔加里总领事馆 总领事陆旭 在《卡尔加里先驱报》发表了题为 《一带一路倡议》 汇集阿尔伯塔省的署名文章 称赞联合国的支持 2016年 中共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 承诺每年向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注资2000万美元 该基金设有指导委员会 负责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项目建议 5名成员中有4名华人 其中之一是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 他现在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秘书长 中共还通过长期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 来换取非洲国家的投票支持 在联合国内部选出中共代表 2019年6月23日 中共农业副部长屈东裕 当选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总干事 该组织为食品和动物安全设定国际标准 对全球的食品安全和农业产业至关重要 据报 中共花费超过2亿美元 为一些非洲国家消除债务 增加捐款来换取选票 例如中共免除了喀麦隆7000万美元的债务之后 喀麦隆的候选人退出了竞选 中共还免除了刚果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的巨额债务 这个名单还在增加 非洲专家戴维·西恩表示 中共看中的是54个非洲国家 在联合国专门机构进行选举时的54张选票 西恩在接受中国知识报采访时说 如果中共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支持 将保证自己的立场获得大量选票 特别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样的专门机构中 两年前 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前任美国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 侵犯人权的国家持续进入人权理事会 而且世界上最不人道的政权仍在持续逃避审查 中共政权一直因为严重的侵犯人权受到批评 但是今年4月 中共驻日内瓦公使讲端成为人权理事会专家组的成员 有领选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决策权 联合国观察组织执行主席希勒尔·诺伊尔表示 联合国的举动荒谬而不道德 他推文说 这就像一名纵火犯成了消防队长 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已经而且仍在渗透全球 其恶劣影响与威胁越来越引发国际关注